2018年打假新闻法案 今天呈上国会二读辩论 法案最令人关注的焦点 政府原本建议 严惩散播假新闻的人士 劳行高达十年 不过首相署部长 拿杜斯里·阿查利纳 在提成法案二读时就宣布 政府在听取各方名义后 决定修改刑罚 从原来的最高十年 减低至六年 不过罚款额将维持 原来的五十万令吉 此外法案第四条文 从有意识地更改成恶意的 意味着恶意散播假新闻的人士 将被对付 朝野双方在大约三点 展开激烈辩论 共有七名国会议员参与辩论 土著团结党 巴尔区国会议员慕如丁认为 假新闻的定义过于模糊 不过国政代表指控在野党 之所以会反对这项法案 是因为在野党就是 制造假新闻的工厂 才为害怕政府立法对付 朝野双方各职一词 替会听场面火爆 值得一提的是 政府原本要在今天 完成2018年 打假新闻法案的 辩论谈结和表决 不过阿查丽娜在五点 突然站起来动议 今天的会议开到傍晚五点半 获得议会听通过 国会将在下星期一 继续辩论和表决 打假新闻法案 NTV7有箱里 财宝道